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是Danny 陳百強 六十歲名秀 他離開時只有三十五歲 他和父義母的哥哥陳百寧 最近接受車屬媒的訪問 無可避免地說起張國榮 陳百寧說 其實Danny 和張國榮是好朋友 曾經見過他們在麗晶一起喝下午茶 他們之間應該沒什麼猜忌 那些都只不過是外奸的傳聞 Danny 昏迷期間張國榮都會來探望他 爆上爆片 爆得越多 沈大哥 前陣子我們香港娛樂圈 在17年組合的成員 陸凱彤就在板馬地墜樓 警方就說他自殺 於是大家都回想 如果說自殺 其實在二十多年前很均動的 就是陳百強 當時他雖然後來組織物人 最後在1993年都去世 永遠年輕的陳百強 原來今年數下數下都 如果再世都已經是六字頭 即是去世了二十五年 時間差勒快 對 陳百寧的樣子都不年輕 令到我覺得陳百強 Danny 過世之後 也有這麼多人記得他 真是奇怪 一個他一個哥哥 甚至阿妹姐 唸不唸到很多歌迷 想看一件事 陳百強就並非自殺 他就是食藥過度 而昏迷 他不是自殺 他不是自殺 因為逢親那些天才歌聲 天才作家 天才藝術家 都有時要食藥物 來鎮定自己 或者刺激自己的靈感 有這樣的嗜好 他就服食過度 而引致昏迷 而引致植物人 他就不是自殺 和阿陳 和我們哥哥 是有很大的分別的 哥哥是真的 在這個文化大跳下來 說起那些歌星 以外死亡的 Danny Danny唱歌是很幼的 又是《今宵多珍重》 很多人 《眼淚在心中流》 戀愛與告 那時候他可以 和我們哥哥 可以一拼的 當時最紅的是 譚昏龍和昌國人 之後到陳百強 這個比喻合不合適 可以這麼說 這三個人 鐵三國 魏崇龍 因為鐵三國 你想好都不行 那些歌迷各有 勇等 和你製造 你走完 他搞完 你們不妥 是否真的會這麼不妥呢 就不會有 但你說 心裏面有些避忌呢 因為你和我半斤八兩 心裏面有些 當你是競爭對手 或者心裏面有些不舒服 未必沒有 但你說 見到面都不理睬 就未必是 以前等於陳寶珠和蕭芳芳 那些工廠小姐 各自兩派 蕭芳芳 書院女多 陳寶珠姐姐那些 工廠小姐多 是否他們兩個真的不合 又不是這樣 兩派的 勇等 不合 他們就很少合作 這是真的 但見到都是聊天 不是仇人 因為我記得陳百強曾經有些MV 譬如有阿妹姐 周潤發 很多明星去撐場 但以陳百強的風格 即是一個白馬王子 但又會彈琴 即是有音樂才華 是一些年輕偶像 其實當年他走到這次風格路線 除了他 蔡豐華 好像也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其實 Danny仔不夠高 其實如果說他現在的現代語 是小鮮肉 OK 這樣就完了 他不是一個魅力十足 有型有款 即是很Man 很大正 不是有性格 他那些就是小鮮肉 類似是賈寶玉 小鮮肉 就不是那些Man 如果這種型 現在就不流行 小鮮肉 紅極有限 就算內地的一陣 鹿行那些 那些不耐心 有型有款 當然是加利哥 利巴加 加利格蘭那些 那些先是男人 那些是小鮮肉 那些是小鮮肉 那些是不同的 史太龍 講到陳百強 他心裏面不開心 有很多原因 人家又說他在家 他抑鬱 總之 Danny我認識他 不熟 他不太喜歡說話 即是在80年多 你看到他 嗨Danny 那就算了 他不會主動 有些 哎呀 口水花噴噴 他不是那種很斯文 但很有禮貌 阿Sam也是這樣 阿Sam跟他 跟他打招呼 他不會多跟你說話 不是吱吱喳喳的 除了他 屬於意外死 不是很善終 當時做王家駒 家駒更慘 去日本 不去日本 一跌 人跌 一跌就跌了後腦 所以一跌 真的不要跌後腦 這些一撼 有些人撼這裏 不重要 即不是說不重要 可能有一顆蚊子 撼這裏就沒有一顆蚊子 他撼了 就過身 其實有不值 如果我們王家駒在這裏 這對樂隊就沒得受 糟糕了 去了那個靈魂 那個solo是靈魂 走了 到現在他的光輝歲月 還有那麼多人唱 老實說 很難得 即當時Beyong是他最 可以發展到 最點盛的時期 即是很可惜 太極是第二 第一 他到現在女人唱的歌 不能說 眼淚如在 心裡流 我都懂得唱這句 真的唱得好 說到哥哥 哥哥到底為何會自殺 到現在都未搞清楚 有些人說他精神抑鬱 有些人說他拍幽靈人間 有些人說他受了某種一筆字之證 而影響他心情自殺 甚至我見到有不少雜誌周不時都會說 有些賢學界師說他現在在地府 還有那個人問他 每天都會看見他在文化上全部重複想想跳下來 在地府才不知道有排隊 又不知道怎樣 好像 我聽說有個朋友叫鬼王說 你自殺的 先去陰間後去坐牢 要蹲牢 知道嗎 所以加上自殺是要蹲進牢 是否有這些事 他說實實就好像真的會青會青 但我們又沒有辦法說他很好 又沒有辦法證明他有 這些事情是沒有辦法的 除非你自己試過復活 你就知道是不能說的 陶傑說那時候他坐的車 他看到一道光在那裡帶他去 他說的 我就聽 就是帶他去天堂 但不知為何突然光沒有走回頭 看到一輛巴士上職 他說這輛巴士不適合你 是不是呢 人言人暑 每個說法都不同 始終鍾寶羅的自殺原因很明顯 因為差到一輩子 還不到 還不到好像是沙田 跳了下來 所以欠錢也不用這樣 四個很出名的男演員 男歌聲 兩個就是意外死亡 兩個就是自己結束生命 但對我們 歌迷來說 都是一個損失和一個悲劇 是 好了 之後又到了盧凱彤小姐 前上個月 又在藍塘那裡 即是去住所 又跳下來 又很年輕 又很年輕 到底是甚麼原因呢 現在都不知道 有些人說他受壓力 原來有憂鬱症 憂鬱症 憂鬱症是否會導致你跳樓 也不出奇 因為憂鬱症有很多種 我都說過了 總之我覺得 無論怎樣也好 陳百強又不是想死 若過就影響到老婆神經 昂家他做不下 不知道幾位勤力打去日本的 還學一晚 過世 過期那兩個就蓄而求死 即是哥哥的蓄而求死 中寶羅蓄而求死 中寶羅是否算是香港所屬意的思議 也不是 他就沒有他們三個 這麼厲害 但也算是紅 你知道有很多歌聲 也有很多少女 半紅半黑都厲害 如果直接黑就不紅 唱一輩子都不紅 中寶羅也算是紅 起碼有人認識他 現在也知道中寶羅 即是你說很多半紅半顆 譬如很多實力派 譬如是蔡國權 林永良 公認很多實力打 他們都去不了大紅大紙巨的程度 有些人說 做小姐 人家問你有沒有老命 做藝術家 你有沒有命 命運 你有命還有運 好像蔡國權 作過一流 但是蔡國權 外形不夠 如果他外形有哥哥這樣上感 那就紅硬了 紅過李何哥 你哥哥不會作曲 他無奈 順流亦流 你做得挺好 但是他外形 不得那些粉絲 尤其是女粉絲 喜歡 就差了一點 喂 劉德華為何紅 英俊 英俊 那就差了一點 那林永良 老實說 姐姐太認得 有些女生也不太喜歡 男生也不太喜歡 這些是外形的限制 像蘇永康那樣 歌唱得好 限制了外形 曾韓生也是 限制了外形 還有一個 比利洪少少 黃凱琴也有些黃字 有時和李克勤 凱琴也奇怪 和李克勤也是同一個年代 我看法 如果給我 我覺得我選黃凱琴 都選李克勤 是嗎 樣子是man 是 像樣子 萬酒佬 怎麼 唱歌 大家都好 奇怪 這個真的 暈了 我只能解釋他不夠暈 他的命運不行 楊千華 他命的命好 你說楊千華一流 我就不敢狗痛 是嗎 唱歌也不算是頂級 是嗎 很好的 又不是美女 又不是好 又不是好 身材好 所以說 答好有觀眾緣 所謂運 是嗎 運 是 妹姐 她們真的唱得好 有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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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拼命 逢親這樣的型 通常拼命 Stage Stage 性格 但是短命 你說楊千華 她有樂好 她的相好 是 她的相又複償 你知道嗎 但是你說 以我們沈大哥 林康正 純藝術要求 她就不夠水準 但是她真的養 討好那一類的歌迷 覺得她親切 覺得她有福 喜歡她 就沒得說 她就靠這些東西 贏了 並非靠她的藝術 來吸取了官 是 梅遠芳 就是靠她的藝術 唱功 表現 她的樣子又沒有福 是否哪裏有福 梅姐的樣子又不要 千華那麼有福 實心大哥 梅遠芳一看便很有型格 但香港 在女士 都不相信有很多要走型格的路線的人 可以跑出 例如梅姐的徒弟何韻詩 甚至是盧孝音 如果跟梅姐的成就 都有一段距離 那天分不夠師父 還有一樣 你知不知道 何韻詩 是嗎 何韻詩 何韻詩他不明白一件事 你可能聽到沈大哥說 你想一想 你學了師父的東西是對的 但是你要推陳出身 你要跟著他 你跟他一樣 你也是B版 不是A4 是B 所以你在這個時候 要想尋舊 要尋思 我如何突破 這件事 講難也行 講義也行 但你一定要想這件事 要不然 你就永遠活在他的影子下面 知道嗎 盧孝音 盧孝音又沒有辦法懂 梅姐給的 知道嗎 因為梅姐 他不是靚 但他一扮出來 他就有個格 老口音就不行 他就好像男仔一樣 你明白嗎 是差了一點 我不是人身攻擊 我是講事實 這個世界很難找回阿妹 一整 他不是靚 但他一化妝 上陣 就是Superstar 盧孝音是好 何韻詩 何韻詩比盧孝音更好 阿妹拍戲也是很放鬆 做戲也是很放鬆 何韻詩比盧孝音更好 但他一定要變成一件事 又有突破 現在要想 看如何突破 我真的希望他可以 因為這位女士很有心 很熱誠 對社會也是 很正義 所以我都看他可以 但我只是提他 要想一想 要脫掉阿妹爺的影 要自己有自己的風格 我也說了 做戲就是爛 誰不知 他需要你 我提提你 但我真的看你 因為我認為 你一個有良知的歌聲 我尊重你 盧孝音一點我不熟 不過盧孝音 我覺得和何韻詩比 何韻詩好過他 即是我個人意見 但我不是說盧孝音不能唱 千萬不要這樣說 盧孝音唱 有些人唱到 我睡著 他們唱歌 我不會睡著 但總是很壞 你差不多盈孝 肯定是找阿妹出來 替你比 他來拿命 即是你看武漢笑 肯定是找金融出來替你比 這樣就很奏忌 我都知道是不公正 但我希望這兩位歌星 真的做些事出來 我們現在香港的歌壇 這麼沉積 有些是熊的 我又不喜歡聽 陳小姐的 我又不喜歡聽 反而容小姐有些進步 但一個人 不可以跳到整個舞台 有些人跟他比拼 他才會進步 不是他一個人可以 沒有人跟他鬥 沒有人 那時有哥哥和張國榮鬥 又是和Danny仔鬥幾個人 還有譚允倫 現在沒有人跟他鬥 四大天王都可以鬥 我一人獨大 現在容小姐獨大 沒有意思 至於關正傑又有羅文 許楊傑林子祥 我不是說容小姐不好 容小姐希望別人跟他鬥 他可能更激發他 更加的前座 可能陳玉順也是這樣想 陳玉順也是這樣想 陳玉順也沒有人跟他鬥 現在真是拿膽 那怎麽搞呢 好像謝霆鋒 現在我不知道他做明星 當年做歌星 我現在發覺他做徐師 是 是嗎 徐師 那奇怪 如果在影壇的成績 霆鋒就不及他爸爸 做生意就比他爸爸 當然 他爸爸做生意跟沈西成一樣 只是上班 但他做生意可以 但那些緋聞都不約過他爸爸 沒有 好過他爸爸 起碼現在跟王菲 我們四哥嘴巴說不是 心不知多厲害 你很難怪他 那時候女生撩他 四哥對嗎 不關你事 你沒有錯到 OK 拜拜